主料,排骨5块,土豆2个,鱼豆少量,鲍鱼10只,辅量,葱,姜,蒜,花角,准备食材,土豆,鱼豆,鲍鱼,排骨,葱,姜,蒜,排骨需要提前用冷水泡制一个小时,把蓄水泡出来,中途需要换3-4次水,土豆切成块用冷水洗一下,想吃土豆泥不需要泡水, 鲍鱼提前蒸好的,把壳去掉留肉在碗里,葱姜蒜切成段肉和片,挤锅烧水,沸腾之后下排骨,放入葱段,姜片,蒜片,料酒,花角,烧开之后再小火烧5分钟,盛到盘子里,汤倒掉不要,起锅倒入油,先下蒜,姜,葱炒出香味,放入排骨煎下,待排骨煎出香味再放入土豆,鱼豆炒, 炒下,放入酱油,生抽,糖,花椒油,盐,鸡精,中火焖5分钟,5分钟之后加入猪骨头汤转为小火焖,20分钟开锅,再把鲍鱼放进去,翻炒之后关火,这道菜就完成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